某個程度上好像破了現在香港建制派、香港政府官員的三官 香港政府或者建制派一直是申請司法覆核的人騷擾政府的運作 騷擾政府的權威性,騷擾政府的有效管治 但是現在騷擾在他們眼中騷擾政府的就是深圳的一間教育機構 他們會不會覺得這三官受影響呢 雖然你說司法覆核有很多的,案件有很多很多的 但是如果有純的中國大陸的機構 不是官方機構,是民間機構 走來香港司法覆核是很罕見的 一般可以認為,尤其是建制派 或者甚至政府,或者甚至北京都有一個看法 香港的法律制度當中,這個司法覆核的程序 他們是覺得有些是多餘的 又或者有些是騷擾到那個是施政的 或者甚至乎騷擾到行政主導的施政的 好了,很多的建制派都會倚予這個司法制度 就是說倚予這個司法覆核的制度 好了,但是這個是香港其中一個 可以確保香港政府有效施政 也是確保香港政府正確施政的一個方法 當市民如果留意到香港政府那個施政決策是出問題 是錯誤的,又或者是跟相關的法律 或者公民或者機構權利而抵觸的 它是可以進行司法覆核的 司法覆核是令到香港政府的施政是做得更加好的 當如果那個相關部門是面對了一次司法覆核 而那個司法覆核的內容也是比較爭議性的 而法院是有了判斷的話 也都可以幫助那個部門 是訂立在接下來的措施和制度方面 可以訂立一個比較清晰的一個指引和標準 也都可以防止是有些灰色地帶存在在管理 或者存在在政府的措施身上 我個人是覺得司法覆核是香港的司法制度當中 一個是非常優良的部分 一般的建制派一般的親政府都是反對的 因為司法覆核是一定司法覆核 就是一定是對政府的決定 或者政府的措施是有意見 那些人可能extreme到就是拉在一邊 拉到怎樣呢 就覺得你一挑戰政府的權威性 一挑戰政府的決策 一挑戰政府的行政就是理錯 其實無論法官 無論市民 無論香港政府的官員 或者無論是政客也好 其實都應該要考慮清楚 香港政府的施政 香港政府的措施政策 其實都是有一個框框框架著的 最頂就是基本法 接著香港政府是訂立了很多法律 法律是經立法會立法的 好了 立法程序完成了之後 是每一個公民都應該要遵守法律的 當然不是每一個聚職的人員 都要遵守所有的法律的 譬如特首到現在都不需要遵守廉政公署的一個 或者不要說廉政公署的 是防止拒絡條例的 防止拒絡條例是不可以對特首是困住的 好了 這些是很額外的例外 就是很個別的一個例外 但是整體來說 香港政府是可以公平地 令到每一個公民 或者每一個機構 都面對著一個公平的制度 以及公平的一個管理決策 或者行政決策 這樣其實是一個社會 是一個文明社會有效運行的 最好的一個保障 所以我個人是對司法覆核 是有一個非常之支持 和非常之擁大的一個態度 好了 司法覆核當中 當然了 有一些大家聽下去會覺得 哎呀 這些都用來司法覆核 好了 但是原來司法覆核制度當中 是首先要經過官大爺的批准的 不是說每一個公民你進入的司法覆核 他都會讓你通過的 他一定要衡量過你進入的司法覆核 是有一定的一個爭議的理據 那你爭議是否贏 是否輸呢 他都未必重要 但是最少你的爭議 其實就不是無聊所說的 那他就會讓你進行司法覆核 就是深圳一個教育機構 他視自己為一個國際教育機構 是一個國際學校來的 是一個中國模式的國際學校 他主要就是很多課程 而其中是主要課程部分 就是給中國大陸的學生 去報讀就是香港DSE的課程 香港就是文憑史的課程 好了 大陸學生在深圳 報讀這個文憑史的課程 那個課程報讀完之後 他就自然來香港去考這個文憑史 好了 當他來香港考文憑史的時候 原來是遇到阻滯的 不知道是不是香港政府 或者香港政府核下的一個 考試的評侶局 就是有在過往的事件當中 或者過往的經歷當中 批核過這些考生 是用自修生意識暴讀的 但是今年他們就是這間深圳國際課程中心 SEZ就是深圳 ICC就是國際課程中心 International Court Center 這間深圳國際課程中心 結果在這個報考DSE的過程中 遇到阻滯 就是說它的54個報考的自修生被拒絕 好像說它本來有60多個報的 但是有幾個過關 究竟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說這個建制派的網上媒體 是怎樣拆錯鞋 就是內地考生有54個考生 是沒有辦法應考接下來的一個民憑史 那就是DSE了 好了 究竟他們出了什麼問題呢 首先我們說說 這個本身向這個香港法院 是提出這個司法覆核的法院的一個機構 這個機構就叫深圳國際課程中心 這個深圳國際課程中心是有一個partner的 這個partner是叫做永基集團 它是一個好像有香港名字的一個課程中心的名字 是說X 我不夠全名了 因為現在沒有辦法判斷 它是不是仍然是這個深圳國際課程中心的一個合作夥伴 在2022年 他們高調地宣傳 第一 這個課程剛剛開始開始 就是開始是營運 或者這間國際學校開始營運 它的營運地點不弱的 它的營運地點是在深圳的一個大型體育管庫設的一些設施上面的 就好像體育管附近的商場那樣 那裡叫深圳國際藝術中心的一個block A的一個area 就是A棟這個樓 在這個樓房裏面它是成立了這個深圳國際課程中心 那另一間是合作舉辦提供課程內容的機構是有一個香港的港字的 那很容易令到大陸的父親就是父親 是會認為這個深圳國際過程中心是和香港的方面合作 那這間國際學校在某個程度上是對於報考和對於報讀 或者是對於香港這個DSE課程的sillabits是有一定的掌握 和能夠幫助他的子女是可以獲得DSE的一個訓練 好了那它這個港方的機構是有港方的校長和港方的導師 其他導師我看到都是來自中國大陸的 但是有兩三個導師是精清來自香港 但是導師來自香港的形容其實大家微信都找到它的 那當你搜尋深圳國際課程中心之後 你按一下就按到它在2022年大張旗鼓的賣廣告 整排人站在深圳國際學校中心拍照 就說同一間港資 沒有說港資 他說同一個叫永基集團的講什麼國際學校中心合作 有港方的導師有校長 港方的校長是來到深圳幫忙訓練是中國的一個學生 好了當中它又說是ECON它有一個非常出名的一個 是補習天王佐陣的 然後我搜尋回網上的資料 是見不到這一個人興在香港是補習天王級別的 但是它形容它是ECON 就是補習天王主攻經濟科的 這個數字說得很誇張的 就說它佈讀的學生有九成進入香港的三大 又有如果是五星星的又佔了多少個 三十個巴仙的 有七十個巴仙的又怎樣又怎樣 這個數字很亮麗的 但是是不是事實呢?是不是真確呢? 其實那裡是中國大陸 在香港這樣說呢 還可以過關 香港補習天王界別 基本上是一個廣告營銷的一個marketing的策略 那個導師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呢? 沒有人知道的 也不一定的 但是他是經過鋪天蓋地的廣告 將會包裝自己成為補習天王 那麼他的廣告費可能每個月是斷八萬甚至斷接近千萬計 但是只要他收到學生 他收到幾千個學生都好了 那麼他都可以足夠去營運住這個 用廣告推銷模式的一個工程 好了當中是不是真的好像他說 全港的七十巴仙的 他說他報全港的七十巴仙的 五星星的學生都在他手上 這些真是無存稽巧了 又或者他真的會考到很好成績 考到五星星的成績的學生出來一起賣廣告 這個某個程度上的圈掩 就令大家覺得這是補習天王 甚至乎近年流行一些帥哥、帥哥、長腿姐姐 很漂亮的老師 穿得很性感的老師 那麼大家上課之餘 還是偶像化了這個補習天王 但是這個某個程度上 香港也有一個成為的風氣 風氣就是因為他能夠起碼 就是刺激到 帶動到那個學生是努力學習 那就自然好成績了對不對 那都是好事來的 那家長也不會太質疑 都願意給學生錢去讀 好了 但是這個深圳國際課程中心 和他的一個協辦機構 很聰明的 就不是深圳國際課程中心 直接賣這種廣告 他就說他有一個合辦的機構 是DFC課程的香港 有香港人參與的合辦機構 那由這個合辦機構的網上宣傳 就說他的導師怎樣聰明 怎樣聰明 包括說自己是一個補習天王 但是在香港搜尋 又見不到他的蹤影 這個某個程度上 可以看到 這一班是送了一些子女 去讀這個課程 這個DFC課程的家長 又或者本身讀這個DFC課程的學生 其實是一定程度上的傷害 好了 究竟現在深圳國際課程中心 來香港JR 來香港司法覆核 這個考試和評価局 有沒有勝算呢 如果沒有勝算 理論上司法覆核 就過不了第一關的 好了 他有一點爭拗的地方 好了 第二 就是說究竟他為什麼要用這個途徑 大家可以想像的 這個深圳國際課程中心 他有一個三年制的一個 最少三年制的一個 那就是課程 由中四就要開始讀的了 到中六就來香港考這個文憑史 當然他在香港讀了的 他亦都幾乎可以等同GCA的程度 可以去考GCA的程度 但是當然這樣虧了一年 因為GCA的程度讀兩年的 又不是讀三年的 如果你讀三年時間去考GCA的程度 你某程度上已經虧了一年了 好了 但是香港的大學 因為現在學位比較充足 而香港的DSE考生其實不斷下降 所以考了出來的成績 是未必滿足到 現在就算八大本科生的一個 是本科生 即是說 Bachelor Degree的入學基礎 所以在某程度上 就算GCA的成績 又或者IB的成績 都是一個主要是考入香港八大渠道 否則香港還有十三間 在一個專上學院 私立的專上學院 是可以提供個別的一些學位課程 所以考到GCE考到DSE考到IB 基本上你如果要讀書 如果你接受到私立的一個專上學院 其實是不難的 即是說很容易入到的一個學位 但是如果你考都沒得考 那怎麼辦呢 用了三年了 沒得考 這個某個程度上 我個人看 就算你說真的是JR JR要時間的 現在定了下年三月開庭 是不是一庭搞電一定不是的 如果知之助助 再找回一些專家證人 分分鐘審半年 這個過程裏面 今屆報讀GCE的學生 很大機會是沒得考的了 當然它有一個選擇就是去考GCE 但是這個學校本身去提供給學生的承諾 就是來香港考DSE 考民族市 考不到怎麼辦呢 今屆中六的學生來香港考不到 下屆的中五 即是現在的中五 下屆的中六 或者現在的中四後一屆的中六 一樣會報不到 那這一間國際法庭中心 將會面對它營運上的巨大衝擊 它現在做人私的覆核 某個程度上就可以嘗試衝破 現在它不能夠來香港考試 學生不能夠來香港考試的第一關卡 第二關卡就是說 就算這個是事實 它現在去到明年的三月 甚至乎可能拖幾個月 拖到去2025年的年底 有了判決結果之前 它仍然可以告訴家長聽這件事 已經經過香港法院進行司法覆核了 某個程度上是大家可以不用擔心 我們可以想到方法解決的 好了 首先看看它有沒有方法解決 原來能夠在香港報讀這個DSE 是有兩個兩組的途徑的 第一組途徑就是經教局 經這個考試的平衡局 它是平衡過的中六課程 這個中六課程 這個DSE課程 是不僅要跟隨的syllabus更簡單的 它還要學校是懲分的 這個可能大家忽略了 部分科目是完全在學校考的 例如藝術科 它整個過程在學校過程考不是公開試考的 好了 或者各個課程當中 它都有部分分是由學校懲分的 好了這個懲分是對於考試的平衡局 是就著這個考試成績的一個 控制或者管理 是有一個整個結構性的作用的 也就是說 不是只有學生讀完的syllabus之後 就去考試這麼簡單 其實是考試的平衡局是需要 是現在它認證了的中六課程 是懲分 是令到他們在整個考試管理 包括出卷 包括改卷之後成績 包括成績的頒法 包括等級的頒法 都一定程度上的控制和管理 好了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公平的教育制度 也是一個國際接受公開試 香港這個公開試成績的基礎來的 這個基礎不可以隨便改動的 因為一改動了之後 其他的大學 就是海外大學 或者海外教育機構或者單位 它未必會承認香港現在的公開試成績的 所以香港教育 香港的一個考試的平衡局 去守住這個門口 其實是重要的 好了 它守門口其實是所有的要求 所有的程序 都是開放和 都是 都是寫得很清楚 寫得清清楚楚給所有人 你上網都看到的 不一定要經學校告訴你 好了 這些內容當中包括 如果你是學校學生 你就需要 經由這個教育局認可的 這個DSE課程 你才可以去報考 好了 但是深圳國際課程中心 它開了一段時間 它也有第一批學生來香港報考 理論上 它應該去尋求香港的考試的評核局 去嘗試進行評核 去給它去考DSE 我們聽到建制派都夠不夠說的 就是儘量開放 讓深圳的機構 或者中國大陸機構 都可以報考香港課程 我相信一定會有立法會議員 是會幫深圳國際課程中心這種情況去說話的了 就會要求香港既然要做國際教育書樓 那為什麼不去給其他學生 去海外報讀 或者在國內報讀DSE課程 而給他們來香港考試呢 這個第一個 懲分是不是對香港學生公平呢 如果我們給的 是不是給一間呢 還是給十間呢 還是下額給呢 下額給是對其他學校公不公平呢 不下額給的 是不是只是中國大陸給呢 是不是只是深圳給呢 是不是只是廣州給呢 是不是只是珠山給呢 是不是只是大灣區給呢 又或者深圳給中國大陸給 越南給不給呢 泰國給不給 新加坡給不給 菲律賓給不給呢 日本給不給呢 結果如果是公平地處理 有了一個基礎 你進入是能夠達到基礎就批合 結果會不會是來香港考DSE學生的人數呢 是會遠遠超越香港人本身考DSE的數字呢 這個對香港現在的學生公不公平呢 香港的大學是香港政府資助大部分 現在說八大的一個大學位來的 學生加個學費呢 只是總成本的一個小部分 如果我們呢是容許大部分的 或者很多的一個呢 是來自海外的學生呢 是報考DSE 結果會不會呢 是令到我們的公共資源呢 是消耗了 是無緣無故 和好像不合理一樣 不合理地呢 是消耗了海外的公民真相呢 我覺得會的 好了 雖然呢 考試的平衡局呢 在一個定立的制度上面呢 是未必有考慮呢 是對香港人 或者香港資源的保護 但是呢 它對於自修身呢 其實它的要求都挺清楚的 第一個要求就是你曾經考過DSE 又或者呢 就是呢 你考過DSE同等的學歷 譬如GCA level 好了 這個呢 無論你是什麼歲數 它都會給你用自修身形式繼續報讀的 好了 就是說你一定要考一次 你未考過的話呢 就不可以隨便報讀 不是報考的 好了 第二個呢 你滿了19歲 這個很重要了 你滿了19歲呢 它是會給你用自修身形式去報考的 第三個呢 就是說呢 你就算未到19歲 你就算未考過DSE 如果你在這個年度 是在香港的考試平衡局認可的 中陸課程裏面就讀 就是說你不是整個中陸課程 不是整個DSE讀完的 那你只讀了中陸的 就是重新的 或者重新的特別的一些修身的情況 那它一樣會給你考 用自修身形式去考 例如你海外回來 你是考過DSE 或者讀過DSE 那這間學校呢 又願意收你讀中陸 如果這樣呢 你讀了中陸的課程 讀了香港的考試平衡局 認可的中陸 沒有讀中四、中五也好 就算你不夠19歲 或者就算你未考過DSE 他都會給你用自修身形式報考 但是在深圳國際課程中心 很可能他的學生 未讀19歲 又或者是未考過DSE 又或者是未讀過 是香港中陸課程的一個 是香港的考試平衡局認可的中陸課程 在這樣的情況 他是不會被獲得接納報名認可的 這個也是制度 一早已經寫了出來 不是突然變來變去 是一直都是這樣 照計作為一個負責的教育機構 他應該要首先你現在供應的 主要的一個服務 就是教育 就是DSE課程的教育 那你理論上應該是要知道 你也要承諾了學生和家長 是保證學生是可以去考DSE 好了 如果不行就應該說清楚 又或者是如果這樣 你應該看清楚 在香港報考DSE的門檻 如果一個這麼大的機構 在深圳一個這麼顯赫的地方 結果原來都沒有留意香港的教育評侈局 是對於這個報讀自修身課程的要求 自修身報考的要求 這樣其實司法覆核有沒有機會勝訴呢 我反而看到的機會真是很微的 六十幾個學生當中 有些是夠十九歲了 所以是夠資格報讀的 你又不能夠說 他們對於可能有人會灌輸了知識 或者灌輸了思考給家長 就是我們學舟是我們學生教出來的 都是我們學校教出來的 都是我們深圳國際課程中心教出來的 為什麼有些可以 為什麼不行 六十幾個為什麼有幾個可以 為什麼有些不行呢 為什麼大部分不行呢 原來是十九歲的問題 好了也就是你如果沒有報考過 本身沒有報考的DSE 又或者沒有在香港這個 平衡局認可的中路課程 根本就不可以報考 這個可以這麼說 就算你走去JR 很可能 很仍然會被你爭論 但是似乎的政策很清晰的 至於你說挑戰的政策的公平性 或者挑戰的政策本身的一個有效性 我相信是很難的 剛才說過了 這個政策就是說 是容許你報考的政策 本身就不只是香港政府 香港的考試局去決定的 這個是包括在海外的一個大學認可的過程裡面 就是說你考了DSE的課程的一個 你一樣可以報到海外大學 但是海外大學去認證 就是認受你這個課程 或者你這個公開試的成績的過程裡面 其實它看完你本身是容許考試的一個門檻 考試的水平 或者是香港一直過往 這些成績上面的有沒有問題衍生過 我相信這個比較是健全 而且是受到國際認可的一個程序和基礎 如果你說是隨便可以改變的話 都會影響到香港報考DSE學生的一個公平性 甚至影響到他們將來考的DSE成績出來 究竟會不會受到海外大學的認可 所以我個人認為是他的勝算其實很低 不過時間上如果JR拖長這件事 是令到他現在讀中四中五的 未應考的一兩年之後才應考的學生 還會觀望一段時間 大家要等司法覆核的結果才會做最終決定 不過這個也要解決問題了 如果你說是要隨便開放 是讓其他的地徽達到中六或者DSE課程的一個認可的要求 是由香港的考試評核局走上去幫他認可的話 這個是其實危險的步驟 當認可是有了基礎 認可是有了標準 那考試局就不斷去海外 是接受海外的院校的一個要求評核的了 如果要不斷地評核 如果真的海外的標誼已經評核了 然後學校收到學生可以來DSE應考 結果DSE應考人數就會大升 香港學生能夠搶回香港政府資助的大學學位 機會就會變小了 這個對香港人其實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也希望這個案件有關JR司法複衡 考試評核局對於拒絕深圳國際課程中心 54個DSE考生的報名 用自修生形式報名是希望盡快有判斷 不要影響到香港的學生 或者影響到香港學生考完的成績出來 是令到他們在海外的大學認受程度受到影響 記住如果JR是法院判決出來 是對於自修生的修生標準有所判定 而是跟現在的制度有出入的話 而制度因為要尊重法院決定而改變 結果就會令到香港的學生 可能會受到海外大學認可現在香港DSE的成績 可能會出現變化 這樣其實對香港的學生是很不公平的 是有什麼規範的 而接著深圳國際課程中心 為什麼這個考試的評核局 是不准它部分學生 不是全部是部分學生 是不准報讀自修新這個渠道 或是不准用這個自修新渠道去報考今年的 接下來的DSE考試呢 因為對這些學生來說也有很大的打擊 因為它是選擇了讀香港的DSE課程 但是結果是不能應考 DSE課程是讀三年的 中四中五中六讀三年的 那就是說它過去三年的苦讀 結果就不能來香港應考 當然它可以繼續報考英國的GCA level 就是說報考英國的一個 是英國的國際史 這個英國國際史呢 是也可以在香港用到的 因為這個GCA level的成績 是一樣是香港的各間大學 修新當中考慮的其中一個可以接納的一個 是文憑的一個成績 以自修新身份 報考香港中學文憑史 DSE呢 是你必須要符合下列其中一個條件的 三個條件 第一個是應考 曾經應考就是文憑史 或者雙等的考試 就是說你重複的 你曾經上年考過的 又或者你考過其他 和文憑史同級別的一個史 好了 又或者你曾經參加過DSE和其他 同等水平的公開史 那麼年齡呢 你是要截到考那年的年 考那年 譬如今屆呢 你在2025年考了 在2025年的1月1號呢 是你要年滿19歲或者以上 又或者你修讀同等的中六課程 是要香港考試局批准 認證的中六課程 那麼如果還未修讀DSE課程呢 在考試前一年已經完成 或者正在修讀呢 由考評局認可的中六課程都可以的 那就是說DSE課程三年的 你就算沒有讀整三年的課程 但是你在考那年 或者之前呢 是讀了讀著 這個考試局認可的中六 DSE的中六部分呢 他都會讓你考 那麼如果不是呢 就全部不給考了 那麼這個是很清晰的一個政策來的 好了一早寫出來的 就不能夠爭辯呢 就是說呢 這一句有爭辯的空間 因為這個很清晰 好了 就是因為學生沒有提供成績給香港教育 所以無論報考呢 香港和海外市都是不可能的 GCA呢 會有些機會 但是香港呢 就難些了 那麼呢 有香港的情分 對不對 好了 Busley就說 TD免稅香港人內地考駕駛執照 五年後期呢 就要求更加實際 那麼大陸考車呢 十分嚴謹的 電腦評分呢 全程監控不能作假的 但是有了傳呢 在大陸考車牌呢 提供香港某些牌呢 是容易的 未必是呢 現在一二牌 是說一些特別車牌 好了 另外呢 就是 Busley就說呢 幫香港人融入大灣區是政治正確的 專門就說考評局呢 會不會好像消費 或者委員會這樣呢 是改標準呢 那麼現在香港經常改制度呢 就去就大陸人了 那麼呢 我覺得會的 有機會的 就是建制派呢 就不用用腦子的嘛 他們都會覺得 李家超現在說要在香港做國際教育樓嘛 那麼如果你既然做這個國際教育樓 你沒有理由呢 不容許香港呢 在公開市上面 或者是這個教育樓 即是高等教育的門檻呢 是容許海外學生來香港考的 如果開放的話呢 其實呢 都有些危機的 當然呢 如果開放的話呢 補習天王這個世界又出現的了 補習天王的沒落呢 就是因為考生少了 他們相對能夠吸收的一個營收呢 都小了 但是呢 如果現在有五萬四萬幾的水平 升回到八萬水平呢 是升成七成八成呢 他們的營收又會增加回七成八成的 所以呢 尤其是海外學生多呢 他們更加需要香港想辦法補習 那所以呢 整體來說呢 如果放寬呢 就會對補習天王這個界別呢 大家周邊又看到廣告呢 是補習天王廣告的了 好了 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 當大家如果看到呢 就是呢 政府不放寬 不放寬的話呢 反而我們的考生 是有一個呢 某程度上的保障 就是呢 他們呢 容易一點進到 事實上是容易一點 容易一點進到 香港資助的大學位 大家想想 如果香港開放給海外學生考呢 香港大學位呢 又要開放給他們暴讀 那變成呢 是受資助的大學位呢 是很容易會被海外學生呢 都霸佔的 當然啦 受資助的大學位呢 是有限制的 即是六千個學位限制 你不排除呢 香港政府呢 不斷地放寬 什麼都放寬的 包括呢 就是下學生考公開市的門檻 包括呢 就是呢 受資助的大學位呢 海外學生的比例 甚至乎呢 是政府增加這個資助學位 是連現在呢 這十三間 私立學校的學位呢 都增加資助 是令到呢 我們公帑呢 是變相灌輸了出去外面 好了 孫良就說呢 考評局呢 是會不會像消費者委員會這樣呢 是改標準呢 那現在香港經常改制度去就大陸人了 那就再說了 改這個制度呢 都會幾千年影響大的 不只是香港本身 不只是大陸學生 能否考到公開市 而呢 是包括我們香港考完公開市的成績 海外的院校 會不會因為我們改動呢 而願意接納 就算它是接納都好呢 會不會它有一個審核的時期 是令到我們出現尷尬的情況 考完出來呢 結果呢 是要在經過審核 或者是經過審核程序 是多了個程序 令到部分的香港學生 面對不公平的狀況 好了 所以這個呢 其實我覺得這個JR特別一些 其實每一個香港考生的家長呢 都似乎有權呢 是介入這個案件的 那麼這個呢 就是JR的 不一定呢 就是香港的考評局呢 和這個呢 就是深圳的國際課程中心去對決的 香港的考生呢 其實都是受影響的 是呢 它有capacity呢 是呢 介入案件成為第三方的 好了 另外Eric Lee呢 就說了 港產媒館 齊大哥呢 已經踢爆了這間老千中介 那就是很多老千中介呢 就是呢 就是來香港介紹人來香港讀書呀 來海外大學呀 啊 深圳國際課程中心 現在結果香港政府呢 都不接受它來香港考這些事情 好了 另外呢 就是啊 Bianna Know 就是香港由現在導合思考的 不會被五毛帶風向的 只要香港有些話呢 不能說言語而已 好了 那就是簡單講了 好了 那接著呢 也都講講呢 就是和大家講講呢 就是Trump Trump在經濟上了 Trump Trump呢 就說要停止戰事 好了 那有傳胡塞武裝呢 立刻就說暫時呢 停止攻擊鴻海雙船 那原因呢 就是呢 咦 那就是現在呢 可能有一個呢 安全契機 或者是一個呢 平和平的契機 好了 當然呢 胡塞武裝或伊朗呢 都學喊話了 就是說呢 美國最好呢 叫停以色列了 停火了 這樣呢 中東就可以呢 聊一聊和平的情況 好了 伊朗呢 在特朗普當選之前呢 其實呢 其實呢 無論哈梅內伊 又或者他的一個 將領呢 都有講的 就是說呢 會呢 尋求向以色列呢 進行呢 在以色列十月二十六號的兩波襲擊 進行報復 這個報復可能呢 會大規模地發射導彈無人機 而發射地點會不會在伊拉克 而呢 距離以色列的路程呢 短了很多 而接著呢 是不單止集機的地方 可能呢 就會更加多的導彈無人機呢 因為短程了嘛 更加多導彈可以用了 就不只是用一千五百公里 二千公里的導彈了 是可以用五百公里射程的導彈 結果導彈的數量多了 射程短了 如果他的數量多 可以選擇不同的位置去攻擊 所以伊朗 可能呢 伊朗呢 這個武裝力量呢 投放到伊拉克的武裝組織 向這個呢 是以色列的軍事設施 是進行報復 是在全國範圍的多軍事設施進行報復呢 這個機會呢 其實是有的 好了 尤其是呢 特朗普本身 就是蘇萊曼尼 下令殺蘇萊曼尼的總統 所以呢 伊朗現在在測試著 究竟特朗普呢 是會不會就著當時蘇萊曼尼的死訊呢 是覺得呢 是遺憾 又或者呢 特朗普會不會呢 抑壓著以色列 讓以色列不要繼續呢 是攻擊 包括呢 就是真主黨或者哈馬斯 這個是問號來的 對於拜登政府來說呢 在某個程度上呢 他有時呢 都顯示對於這個內坦尼有戶的不滿 但是可能更加多時候呢 他是免許了內坦尼有戶的行為 因為其實內坦尼有攻擊之餘呢 他用的是美國的捐助的彈藥的 好了 如果特朗普上台之後 在和平方面會有改變 好了 現在伊朗的測試 就是伊朗對特朗普的測試呢 是成功 那全世界呢 包括俄烏戰爭 包括這個中東戰爭 包括這個中東戰爭 可能甚至包括呢 就是呢 甚至乎他影響到呢 連這個緬甸的戰爭 或者非洲的戰爭呢 非洲兩個國家的內戰呢 是都可以解決到的話呢 那這個世界理論上 就drive到呢 經濟方面了 就是說呢 不需要再考慮呢 這個呢 戰爭對於經濟的影響了 那個經濟呢 就會呢 正規這樣呢 是用回一個呢 和平時代的模式去運行 好了 那是不是呢 全世界經濟都會漲旺一些呢 其實未必是的 因為特朗普呢 是更加大的一個力量呢 或者更加大的政策呢 他會嘗試利用關稅 尤其是關稅的手段 是令到呢 全世界的財富呢 拉回部分下來美國 他的概念很簡單 就是說呢 美國人一定要買東西的 那美國人買東西呢 那個呢 固入口稅呢 就是美國政府所徵收 無論你是來自中國大陸 來自墨西哥 來自台灣 來自韓國 來自日本 都呢 部份地方要徵稅 徵稅就會形成政府的收入 好了 政府有收入呢 可以政府做政府的計劃 好了 特朗普的預算盤 就是說呢 他是在這個呢 是全世界貿易當中 全世界和美國貿易當中徵稅 歐洲可能徵少些 朋友的國家徵少些 沒有朋友的國家徵多些 可能呢 他覺得是博弈的一個主角呢 他徵得更加多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可能比例了 歐洲10% 墨西哥25% 中國大陸就是60%的一個500比例 好了 如果出現這樣的比例呢 其實全世界可能在這個貿易方面 是可能會出現一定的影響的 又或者呢 就是呢 各個國家和政府呢 投資興建基礎建設的機會 還有那個呢 是福度呢 都可能會減少 因為呢 那個國家本身用生產出口 創匯呢 是受到呢 美國徵稅所影響的 好了 當然啦 如果你說各個國家徵稅的 變成去到美國的貨品就要加價了 但是之前如果只是對中國徵收成實際關稅的 而呢 中國的貨品呢 就會因為這樣而提高價格 因為當時沒有競爭 但是現在呢 如果世界上呢 歐洲收稅的稅 中國收多些稅的 那麼歐洲貨品就有機會呢 是取代中國貨的一個地位的 好了 整體來說呢 講回全世界的國家和美國 有一個號碼 今天呢 就在最後關頭呢 都跟大家呢 介紹一下 我們講了啦 DJT就不要再買了 不要再碰了 它只會跌的 它就會升一些 其實呢 都會引大家的韭菜 讓大家進去追 結果它跟著一刀就會掠下來的 好了 但是有一個呢 叫啞國步工程 Jacobs Solution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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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這間公司呢 是一間很大規模的公司來的 它在美國營收呢 是說的是一百六十幾億美元的 是說一千幾億港元的 它的收入就不多的 只有六億美元左右 就是做一百六十億生意 一百六十億生意 就有六億元的盈利 大約盈利率呢 四個百分之左右 好了 這間公司 它的股價呢 在拜登政府的過程裡面呢 它是升了很多 但不是全程 尤其是在近一年幾兩年呢 它是不斷折折上升的 主要原因呢 就是因為呢 在拜登政府的初期 承住特朗普的部分的政策 所以有幾多工程扔出來的 都幾多工程的預算 所以呢 作為美國最大的工程諮詢 設計和工程機構呢 Jacobs Solution呢 是拿了很多工程 尤其是在拜登上台初期呢 在2021年 2021年 2021年 每一個季度的增幅呢 都去到十個百分之的 就是說呢 它的營銷不斷地上升 每組的工程都有些錢賺 所以呢 它拿了四個百分之的利潤 而它的轉迫越大 它的利潤越大 所以支撐的股價上升 好了 但實際上呢 如果大家看回財報呢 在2024年的第二第三季呢 其實它本身的營銷呢 是已經出現了 是比預期低過預期的情況 它預期呢 是仍然會有增長 在最初呢 在這個呢 是的 拜登的初期 它有十個百分之的增長 頭一年幾兩年 但是跟著一跌下去 大約平均五六個百分之的增長 但是跟著接下來的營銷呢 它預計都會下跌的 本來在2024年的第二三季 它預計的營銷是上升的 幅度是大一些的 但是實際上 現在上升的幅度呢 是小過預期的 好了 跟著去到這個呢 是接下來的2025年呢 它的營銷可能呢 是會進一步下跌 這個是看一看它的結構 它呢 它呢 在美國呢 是佔了它的總營銷呢 成六十百分之的 而歐洲呢 就佔二十百分之的 跟著呢 加拿大啊 日本啊 或者一些呢 加拿大呢 或者南美呢 是佔了剩下的五個百分之左右 在亞洲的國家呢 已經佔了很小的 全部阿菲拉呢 可能佔了兩個百分之左右 就是說它只要呢 那個呢 服務範圍在歐洲美國 尤其是美國 好了 我們看看呢 歐洲如果面對關稅 那政府的營收差了 政府的稅收差了 在公共工程的投入會少了 在基礎建設的投入也會少了 所以積極呢 在歐洲呢 就不會有好景的 好了 因為特朗普一定會在歐洲徵稅 在加拿大一樣 在美國本土 是不是經濟強勁了呢 我們看看了 特朗普在工程infrastructure的一個政策呢 他第一 他就說一定要建立墨西哥的一個 是邊境的一個圍牆 Block了墨西哥 不讓人不斷偷渡 這個他是很強調的 上一任總統呢 麥特朗普沒有辦法呢 是大幅地推動 但是呢 他是說過呢 有一個一萬億元的撤基建立方案 包括是基礎建設 也包括邊境圍牆 但是結果呢 一萬億的方案呢 是給呢 是包括法院 給一個呢 是議會呢 阻攔著 是實際上批了的 都做不到多少上馬 在拜登的時代 是部分上馬 所以力度上馬 在拜登的初期呢 是那個營收升幅很強勁的 但是跟著慢慢慢慢呢 都跌回來了 特朗普今屆的大選 他沒有再說說要在基礎建設方面呢 在鐵路或者港口或者機場方面呢 是要大幅投資 但是他就會肯定用錢來興建呢 美國墨西哥的邊境圍牆 也就是說呢 美國聯邦的預算當中有關基礎建設呢 會放多一些下去的圍牆 而其他基建商會沒有那麼推動 好了 那不只是聯邦預算的嘛 不只是總統控制的嘛 每個州都會控制它收入 而投入的部分收入呢 去到呢 這個基礎infrastructure方面 是改善個州的經濟環境的 的確會這樣做的 但是呢 整體來說呢 美國見到 即是說呢 包括Jacobs現在的營收的一個報表 見到呢 他們自己預計2025年都要下跌的了 再加上呢 2024年的第2、3季呢 都出現下跌的趨勢 就是說呢 是比預期增幅平弱 又或者是低於預期增幅的一個數字 某程度上可以看到呢 肯定呢 Jacobs會面對著呢 是會接下來呢 是比以往呢 是難做了的生意 包括那個turnover小了 包括那個盈利能力低了 因為競爭大了 所以呢 我反而覺得呢 Jacobs JE這個股票呢 是升了太多了 那呢 是升過了 好了 現在呢 特朗普上台了 有一個轉折 包括呢 Jacobs和呢 可能各個州的政府 或者各地區政府的關係比較好 但是現在呢 全盤是共和黨控制了 特朗普也控制了國會兩會 那結果呢 可能會令到Jacobs呢 是本來在拜登時期的長袖事務呢 去到特朗普時期呢 可能未必可以延續 再加上整體來說呢 本身美國在infrastructure 即是這個基礎建設的營收都會下跌 所以Jacobs呢 接下來呢 他可能在財務上 財務報表上面 或者在整體表現上面呢 都會出現疲弱的狀態 所以呢 在拜登時期呢 他不斷地飆升 現在飆升到140幾 150美元一股 是很可能會出現比較顯著的調整 好了 這個也是值得注意 J這個股票 J啊 那不是叫它買入啊 那就是它可能下跌的 那它有期完年 大家可以考慮 territorial 員不成長 什麼時候 理解 通常 協議 少胡 惹 中涼